你家这个冰箱多少钱呢 两万不断 当时买这个冰箱它是不同意的 我不抱说他不懂女人 你们的老公执行能力怎么样 一般家里有什么事 是立马就会做了 还是说左拖右拖 我老公就属于后者 他甚至能拖两三个月 很多人都说我太拼家里的体灵活 内活 不应该每次自己逞强 非要自己表现自己干嘛的 可以等我老公回来的时候 让他帮忙做 你们不知道 给大家看一下 回锅前我买了一个新的微波炉 因为太重 好像是30公斤吧 我要是没有记错 然后呢 他说让我交给他 大半个月了 还没有拿出来 所谓靠人不如靠己 我要等他弄啊 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我又急性子 而且这个微波炉吧 你们看就一直放在我们家 玄关处就是大门处 这多碍事 刚好阿宝跟杨翔从外面回来的 宝宝宝 把这个扳一下 好重好重 这是什么东西 微波炉 你们两个 行不行 可以 可以 我看你这个微波炉还挺新的 也没有坏 你怎么又换了一个 这微波炉我已经买了差不多10年了 10年了 那这保养的还挺好的 这个轻一点 刚才那个特别重 这个旧的你打算怎么办 旧的准备扔了 在日本没有什么垃圾 二手家店回收的 有啊 对 可以拿到二手家店回收 拿到那边去卖点吧 对卖点 卖估计就能卖个几十块钱 每个外景也不错呢 旧的微波炉当时买了多少钱 旧的微波炉10年前买的时候 好像4000块钱左右吧 10年前都4000块钱 现在这个新的买多少钱 你猜一下 我猜 那你旧的都那么贵了 新的不会比它便宜吧 新的这个 那天我们买了 然后还上了保险 大概上完保险以后 一起下来大概7000多块钱吧 哇 一个微波炉这么贵 嗯 买家店还要上保险 对啊 我们国内还没有新收过 有的吧 有的 反正那我保险没有 那可能就是说 买的好的家店 他应该也会需要上保险 因为不上保险 你说我现在买个7000块钱 能够不如一年 它原来的保险只有一年 只有一年 那你一年以后 以后坏了 他们就不管了 那我拿去修的话 在日本这边家店修特别贵 我好像是延长保险 你这个相当于延长保险 对 你买这么贵的电器 姐夫不说话吗 不会啊 他不说 平时也不乱花钱 他每一年光吃 光抽香烟 他得要花多少钱 可以放得下 你好像没什么爱好 就是可能就是 平时可能喜欢买一点点衣服 对 买一点衣服跟电器 我就这一点吃 不 这个他都不让我买的话 对吧 而且这个家电也不是说 我的 乱花在我一个人身上 是的 全家人都可以 全家人都可以 你家这个冰箱多少钱呢 我现在都不敢猜了 2万块钱 2万不到 当时买的时候2万不到 对 人民币 现在买还要便宜一点了 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 汇率还高一点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 1万8 2万不到 当时买这个冰箱它是不同意的 就是你解识它 它不同意的 他说这个价格太高了 不是 他说这个冰箱就多面镜子 因为当时有一款跟它是差不多的 我这个不是镜面的吗 镜面的话 如果说差不多同款不带镜面的 大概能便宜一个人民币 5000块钱都有 他就觉得 就为了一个镜子 多花5000块钱 他就不值得 他说 我当时买的时候 他说 你要是喜欢镜子 我们买个镜子放在家里 买个镜子 他也是这样讲的 我说那不一样 我不怕说他不懂女人 我怕说家务都是女人做的 他说那女人如果说在厨房里面 能够用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每天做事 然后对他有干净 他说家里的电器 他说我喜欢 他说你就去买 他说你就买你喜欢的那个 他说因为一般的电器 你不是说一年两年 那就坏了吗 他说我和我讲 你能用很多年 然后每天用的时候 心情都很好 然后就这样子 我就买下来了 哇 这个是真的重了 什么牌子 这个 松下 你这个冰箱也是松下 对 我喜欢松下的品牌 我带这个厨房 整个全部都是松下 就是这个柜子 全部都是松下 就这个也是松下 全部都松下 烤箱就准备扔了 烤箱里面很脏了 这个口腔有点脏 就这样子 你看黑色好不好看 这国内松下 应该也是挺不安的 我们松下的 然后日本 它有些大牌 在国内还挺日历 日历 然后还有什么美鸡 这还有什么 冬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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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可能很累吧 肯定有日本的电器 在国内还好 而现在国内的电器 像小米 他们很多都发展起来了 对 小米性价比感觉挺不高的 性价比吧 嗯 这个微波炉看起来是很高大上 但是 我是不会买的太贵了 啊 7000 对 这样看感觉黑色还行啊 跟我家 这一块的电器 还挺搭的 这个微波炉我用了10年保养的 真的还可以吧 是挺干净的 手摸起来都没有什么 对啊 没有油力很干净很干净的 而且还没发火 嗯 其实我对他还是有点感情的 干嘛跑这么快 嗯 这一片怎么可以没有半价呢 等一会等一会有可能电源过来 等半价的时候再买 有一手半价 好姐 你看你微波炉7000块钱都是的吗 还为了一个半价这么激动 那不一样的 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 骑着自行车去酒吧 哈哈 能省一点 盖省就省 盖花就花 因为微波炉它不会打这个 没有的优惠 我只能原价 这种我能半价再多 我们能半价再多 阿婆踩我的小鸡鸡 啊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吧 这个这个爸爸不爱吃 你看这个香菇这么一点 将近30块钱 对 然后他这个小香菇的话比较大嘛 这个妈妈拿了 这个是你做味噌汤的什么 对 我味噌汤很喜欢 关键均均均均均均均 鲜嘛 看到没有 现在就是半鹅 这个都便宜 你看这个打完折 这么一块 这个不要吗 不到10块钱 哦 这个不要吗 这个才20块钱 他每天这个时间段都打这个 对对对 那这个不要这个不要 妈妈家里有些钱 对我工作的那个 这个真正的回家用刀切一下就能吃 对对对 直接生吃嘛 生一片 买半价的时候是不是 感觉很有意思了 对 抢了会在抢干嘛的 买半价的东西就感觉算早了 是吗 是的 一般原价的时候我机会不会买 可惜你不喜欢这生意料 就是多吃几次习惯你了 真的好吃 我吃不来 我觉得像肥肉一样 然后你带阿宝再去拿一个过来给妈妈好不好 再去拿一个过来 带阿宝一起 好 你特给妈妈吧 还给拿四 还是杨翔跟你一起后面什么东西他都敢买 然后还是要多挣一点钱好一点 那肯定啊 你再多挣一点钱 还是生的一种 条件很好 所以一定要加也更贵 好的 这个放到那个车子里边去 阿宝 我们就吃下这个 这个蛮好吃的 这个什么 但是帮帮兵 但是他没有帮帮兵那种口感 主食在嘴巴里面 挺好吃的 你可不可以试一下 好的 慢一点 不要看到钱 来点米 你干嘛 盯着人家小姑娘来看干嘛 这个什么米 减少糖分14% 从日本的大米 一般来说5公斤左右10斤嘛 嗯 时间大概人民币大概在 100 110 你看这边都有价格 110 120元 你像这个 这个是多了 这个25公斤 这个的话就是150 10斤 一斤华夏就15 这个算贵一点 哇 那这么贵 我们国内的普通大米大概大概3块钱左右 算还好 3-4块钱算可以了 米在的话 我们买个好一点好吃的 一点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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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刚好我们平时可能也没吃过 摄取一下看看 就这个米吧 你家平时吃的是什么米 我们家平时吃的这个米 这个米是3000日元 现在也是150 不过我们平时买的时候 它会打折的时候便宜点 我们买 这个价格一般买的比较少 我们一般会买2500日元左右 一共消费了17400 我们下期见